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知道啊,咱們的老觀眾都在敲碗 好久沒有推出小粉紅尷尬秀了 今天就要來滿足一下老粉 這次啊,有八部小粉紅尷尬秀的影片 田龍八部啊,來點評,分享給大家 那說到中國最近不是開放了 團客可以去海外旅遊嗎? 結果馬上就一堆小粉紅啊 前往日本秀下線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第一部 決戰雷門淺草寺 今天我要讓日本人看看我們中國的漢服到底有多帥 後面的建築都說模仿我們中國了 所以說在這兒,只能穿漢服 東京街 天太熱了,東京,為了執行任務啊 太累了,太熱了,沒辦法 OK 我們在中國的漢服 對 沒有日本人 沒有日本人 是韓國? 對 從中國 歡迎 好可熱可熱啊 還東西嗎? 天啊,美女好可靜 相信我 你們回中國肯定還是穿什麼 西裝外套啊 襯衫啊 不然就是什麼 牛仔外套啊 T恤啊 牛仔褲啊 你們一定還是穿這種西洋的服裝啦 什麼滑服才是頂流 你在中國天天穿漢服嗎? 而且我覺得小粉紅你們冷靜一點 東京錦衣衛是三小啦 錦衣衛是特務的意思耶 所以就是 東京的特務 而且你們歷史也是錯亂的耶 你們說日本的淺草寺是抄襲你們中國的 首先你說的中國是指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你裡面弄一個五星旗嘛 對吧? 不好意思啊 日本的建築是延續大唐帝國的 而你們現在的國家不叫做大唐帝國 你們的皇上現在也不是姓李啊 現在是姓習啊 你們國家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大唐 你們的土地也是被眾多帝國給統治過 蒙古 金國 大寮 大明帝國 滿清帝國 還有這個你所謂的大唐帝國 而大唐帝國的皇室是鮮卑啊 他們有個傳統 是所謂的亂倫 請問 漢本位的中國有這種亂倫的習俗嗎? 沒有吧 沒有的話怎麼說大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的前身呢? 他是殖民你們的 當時你們的漢族是被殖民的 懂不懂 為了要統治你們 才說我自己是漢本位 但他們的皇室並沒有繼承 漢本位的傳統文化 不然大唐的風格怎麼跟大明大清差那麼多 不同國家 而且 裡面發現很好玩的是什麼? 這個男粉紅他穿的是大明帝國的衣服 對吧? 下身啊穿著馬面裙 馬面裙是大明帝國的裙裝啊 然後他還戴了一個西洋眼鏡 眼鏡中國發明的嗎? 還是大明帝國發明的? 還是大唐帝國發明的? 然後這個女生還戴了西洋的口罩 跟iPhone 你們鞋子會不會也是穿那個球鞋啊? 還是你們中國山寨的愛蝶打 跟Nikki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日本人蠻有禮貌的對不對? 反觀今天有個日本人穿漢服 走在北京故宮 我看你們還不炸鍋啊 直接王炸了 別說日本人啦 這兩年就一堆堆的中國人 穿著日本的和服 還被你們出征 甚至被警察抓走對吧? 除非你們忘記了 我可是記憶有心啊 好啦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步 武統複士山 小粉紅能不能冷靜點 爬山就爬山嘛 對不對 在那邊教訓小日本幹嘛 你多久沒出國了 有這種功夫 不如去找Jack 他人也在日本嘛 學學怎麼用中國人的身份優越 去舔台 賺流量錢 哪怕一個日本人啊 他在中國的長白山 華山 黃山 舉個日本國旗 我估計你們全網炸鍋了 而絕對會登上微博熱搜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啊 有個小粉紅在日本街頭 舉了五星旗 高歌要日本人下跪卸催 所以結果被日本警察當中 你們到底在幹嘛啦 啊 放出來給我們世界笑話是吧 OK 我們接著看第三步 長津虎之水淹河北 你們知道我在台灣啊 什麼時候會看到類似的狀況嗎 廟會的時候啊 神明出巡的時候啊 還有炸寒丹的時候啊 你們到底在幹嘛啦 作秀篡改記憶成這樣啦 上面那個小女孩是媽祖嗎 北港媽祖出巡啊 哦哦哦哦哦哦 建議你們啊 可以每年舉辦一個武統祭 欸 遊行表演就像這樣啊 上面綁一個台獨份子 可以綁我 也可以綁這個蔡英文 隨便你啊 想綁誰都可以 綁波特王也可以啦 就抓到台獨份子啊 絕對是一個大商機 你可以開始賣周邊 可以賣什麼 反台獨飲料啊 反台獨可樂啊 隨便你們啊 而且講到可樂 你們看哦 這個小粉紅 他就分享了這款 他說這個可樂 絕對是夾帶是貨 為什麼 因為這可樂是日本沖繩限定的 OK 我建議你們啊 你們只能喝中國的藍椒可樂 其他的可樂通常不要喝啊 百式可樂 這個 百式可樂跟這個可樂可樂都不要喝 這臭美帝國主義的 壞蛋 壞蛋 不准喝 喝了就是給他們造爆彈打中國 對吧 OK 我們接著來看第四步 圍困本能是之中國大媽 這個中國大媽是明智光秀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天原本平靜的村莊 突然受到一副名寄生生命體 快逃 開始 快找出怪獸 馬格尼亞的弱點 歡迎收看 迪迦奧特曼的假期 大鵬來了 他都回來了 我求你了 放過我吧 放過我 行不行 到底在幹嘛啦 為什麼要一直去一個 你們這麼痛恨的國家消費 給日本人賺錢造炮彈 其實我最近收到很多條消息 就是很多中國的旅行社 已經開始在抱怨了 才開放 團客出境沒多久 現在好多中國人都 與其逗留日本 打算偷渡打黑工 沒問題 我鼓勵你們繼續這麼做 到時候日本政府 覺得這個事情太荒謬了 直接斷開跟中國旅行社的合作 你們連這個簽證都不能申請 OK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好 非常的棒 這樣我們台灣人就可以多去日本玩了 像這張圖 這個小粉跑到金國神社 比了個忠實 沙桑莉在哪裡 你要嘛就給我去日本皇居 對天皇比 而且我去年也有去過金國神社 所以可以去我的副名堂看一下那支影片 繼續 帶大家來看一下第五部 速度與激情18 之台灣省回歸 這一定要用你們中國的片名 才到地對不對 什麼叫台灣省 台灣省的意思就是我們是 大陸的某一個省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的第一家電信公司叫做中華電信 我們不是龍的船 他1980年 林青甲拍過一部電影叫中國女 你去看看那個電影的內容 連我們台灣的上市公司統一集團 都是要說我們要統一了 我希望在台灣的人多看看內地的好 多看看歷史背景 我們早日在一起 兩岸一家親需要從每一個人做起 從我從你從每一個人 把自己的美好給對方看 不要有一些陰陽怪氣的言論 跟一些 歧視地獄性的歧視 我是個台灣人 我就是中國人 我需要兩岸一家親 我一直保持這個原則 看到這視頻你也答應我點個贊 然後跟我一起問兩岸一家親努力好不好 拜託 讓我們可以 血濃於水 我的衣服代表我的希望 886從你我做起 解放台灣 這個人啊 我多年前就已經噴過他 他在這支抖音上說 我要給台灣人看 其實抖音的受眾是中國 中國人啊 我們台灣是國際版 我們是TikTok 我們跟歐美國家看的是同一個版本 你發在抖音上說給台灣人看 然後給台灣人看就說我們要好好溝通 你又穿一個解放台灣 What 然後你又介紹什麼 台灣省車牌啊 鄧麗君演的中國女兵 什麼什麼鬼的 那是中華民國呢 你要不要把他們當的兵種的那個 完整的四個字講出來 這個你要不要拿出來 你不是說兩岸要血濃於水要回歸 要怎麼樣當一家人 你去跟 你去跟聖上說啊 你在那邊拍說要跟台灣人說的 瘦多多小粉 你在拍這個幹嘛 也是一個台版Jack嘛 其實講到車牌 台灣從2007年開始就沒有這種 所謂的台灣省車牌 像是我現在車子的車牌是英文數字 而他剛決定了台灣省車牌 意思是什麼呢 中華民國台灣省 但如果你是台北市的人啊 你買了個車 你的車牌就叫做台北市 那你怎麼不敢在影片中說呢 現在動省了沒有省長的職位 雖然你們都說蔡英文是台灣省長 欸那我試問一下哈 1994年的台灣省長 是宋楚瑜對不對 啊李登輝那時候 那是總統對不對 那按照小粉紅看蔡英文省長的邏輯 請問宋楚瑜跟李登輝 在1994年分別是什麼職位呢 誰是省長 李登輝啊那宋楚瑜是什麼 宋楚瑜是省長 啊李登輝是什麼 邏輯回勸啊 如果你說中共承認中華民國的話 那你怎麼不敢在中國的抖音上說 啊這個車牌的意思是中華民國台灣啊 跟我現在拿的護照一樣 欸把護照拿出來 護照拿出來 啊不要打馬賽克哦 啊你說這個護照裡面是青天白日盤地紅哦 啊跟我們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樣哦 你就這樣講 這個台版JAK嘛 騙小粉紅就好了 OK 我們接著來看第六部 搶救粉紅大兵 你知道我什麼時候會看到這個嗎 我們台灣打棒球的時候啦 所以你們以後就是可以去中國的那個棒球場 跳這些 你們在幹嘛啦 你們小粉紅真的好意思說 我們台灣人被洗腦 我們什麼時候學校有這種遊行 請民進黨放心 台灣有我 請黨放心 然後民進黨黨委書記在旁邊看 啊評分 這樣啦 你們各所學校都有黨委書記 我們台灣沒有 然後你說我們台灣人被洗腦 你是在搞笑嗎 來第七部來帶大家看 這是我的台灣通行證 這是我媳婦的台胞證 台胞證出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 這說明了什麼 這說明了什麼我不知道啦 但我知道你把護照給遮起來了 你不敢露上面這個字了 我知道你把這個遮起來了 然後你也不敢打開那一頁 給大家看一下 中華民國外交部 活力台灣 然後你也不敢說 這個護照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還好用 我只要知道這樣就夠了 給各位帶來最後一部 台版 浮拉浮 讓台灣人第一次來大陸小縣城 靠北啊 大陸小縣城竟然發展得跟台北差不多 這也太酷了吧 今天打卡內江之中縣 大陸缺水沒有吃的茶葉蛋 因為好吃的真的太多了 路邊隨便一家餐廳乾淨 又衛生而且超級好吃 所以我也不願意天天吃茶葉蛋啦 好不好 而且我超笨的吃完手機 還沒有拿到回去找的時候 居然還在 大概超有實質的 而且在小縣城竟然有瑞幸 還有我最愛的鮮魚鮮 最重要的是到處都可以借使用電源耶 超有安全感 這只是個小縣城耶 夭壽 這發展也太好了吧 100分而已啊 我跟你講 桌州也是個小縣城 霸州也是個小縣城 他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現在怎麼了 在維權抗議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補助金很少 甚至有些的沒有 還有些地方啊 更小的縣城跟農村 他們水還沒退耶 多久了 20幾天了耶 而且我建議你入籍去享受他們的醫療健保 還有退休金 還有社會福利啊 無險一金你都通通要去享受嘛 社保也要去享受 對了 如果你家有被泄紅的話 農田可以拿到每一畝9塊錢人民幣的補償 房屋全毀最高可以賠4萬塊 你看多暖心啊 每台車平均賠10多萬台幣 12萬啦 欸記得入籍一下啊 享受一下你的小縣城 帶來給你的滿滿福利 記得哈 你就去上海車站吊手機看看啊 你就在河南村鎮銀行存錢看看啊 你就去買恆大的房子啊 你去買碧桂園的房子啊 順便去他們的小縣城工作對不對 一定要做那種基層小縣城的服務啊 像你吃了這個餐廳啊 你一定要去當他們員工 你就知道台灣有多麼落後 人均上萬川 輸中國的一萬三 繼續保持 建議你拿到中國的護照 去日本 拍一些征服的影片 比如說武統富士山啊 決戰光明鼎啊 欸你一樣能流量賺能盆滿博滿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留言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 下次見 掰